看看新闻牛松和,20点28分,41岁的宋大姐二胎起的一对双胞胎女儿,全家人都畏惧感到幸福,可就在孩子们刚刚满七个月的时候,两个女儿的身体竟都出现了异常。 检查结果显示,双胞胎姐姐的血小板偏低,同样存在异常。 经过医生的进一步诊断后,两个孩子最终被确诊为即性淋巴细胞白血病。 七个月大的双胞胎姐妹,双双患上白血病,这让宋大姐以及家人感到悲痛不已。 宋女士说,一家有一个患者就已经受不了,更何况,我们是两个。 热门推荐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